你眼前的是迷你世界新版本中的嘟嘟鸟 我们可以用手打它 每次它会掉五滴血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嘟嘟鸟它是一只鸟 其实嘟嘟鸟并不是一只鸟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迷你世界已经更新 如果你喜欢玩迷你世界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迷你世界中的鸟类 它们是会飞的 就像雀鹰 它们是可以飞在天空中的 并且可以飞得很高 而它们常住的地方 就是空岛 你们看 它们飞在空中 非常的自由 但是我们发现 嘟嘟鸟它并不是鸟 因为它根本不会飞 并且官方大大 在它的警戒中 也没有写嘟嘟鸟会飞 并且我们发现 它的蛋是蓝色的 但是丢出去的时候 它的蛋居然变成了白色的 十分的奇怪 在评论区中拖出6231 你将会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只要丢出它的蛋 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嘟嘟鸟 但是我们发现 我们无论如何击打嘟嘟鸟 它好像并不会还手 并且它也不可能飞起来 而且它走起路来 摇摇摆摆 像一只小鸭子 所以我和学姐认为 其实迷你世界中的嘟嘟鸟 它并不是一只鸟 它很有可能是一只小鸭子 你们知道了吧